為何我經常在Youtube錯過了MyRadio的直播節目呢? 我明明已經訂閱了YoutubeMyRadio的頻道了 當然啦!訂閱完MyRadio YouTube頻道之後 你還需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再選擇全部 那MyRadio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節目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這樣就一定不會錯過MyRadio在Youtube頻道的直播或者新節目啦 還有一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這件事我當然知道啦 交節目月費來支持MyRadio嘛 現在除了經PayPal 還可以經PayMe轉數快或者Patreon來交月費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言 身體力行,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同你否釋政治 歡迎大家收看玉敏踩場 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 明天是匪共政權 說句國土 埃江南庫有一句最適合用的 大盜疑國,金陵雅解 這八個字 大盜疑國 大盜就是大賊 疑國 這個疑就是遷疑那個疑 疑信的意思是大盜疑國 這個國家完全被你控制了佔領了大盜疑國,金陵雅解 金陵呢 就是南京以前叫做金陵,或者叫做健康 藍唐理後主 其實我今天很應該說一說 數臭共產黨不間統治中國大陸 這75年那些惡行 其實慶祝難書 大盜疑國金陵雅解 就是我認為 就是要等天顯 現在的國際形勢這麼複雜 所以我也很擔心台灣 真的很擔心 現在看看形勢越來越不對勁 香港又是這樣 我今天第一次要說的就是 我們兩位行家 鍾佩權和林兆彤 兩個都是比我後一些 但是他們都是屬於香港的資深暴日 資深的journalism 就是這兩位老兄 特別是鍾佩權 我可以認為他是一位 非常之有為有守的一個新聞人 就是這一代已經見不到的 你明白嗎 就是有些人可能覺得 你立場新聞 你立場是比較傾向反政府的 有些人會這樣看的 那怎會是反政府呢 一張報紙 一個傳媒 他當然是要監督政府的 大哥 那他不是他做甚麼呢 第四權是甚麼呢 他的職責 就是要監督政府的 這個很簡單 監督政府也有罪嗎 你這傻子的法官 郭偉健 不是郭偉健 這個人叫郭麥春 這傻子 是不是 我看到 其實這段新聞 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但是郭偉健 真的是人渣 你假裝了 你批判了一個傳媒 是不是 你審案就審案 是不是 他提出 控方提出的證據 在這個串謀發佈 算動刊物裏面 是吧 怎樣才構成串謀發佈 算動刊物 是吧 還有這條罪呢 就不是屬於國安法的罪行來的 OK 是屬於現行刑事罪行條例 港英殖民地時代的惡法來的 甚至乎在97年7月1號主權移交以內 都極少用的 甚至沒有用過的 是除了有了國安法之後 就開始做這一條 跟著呢 基本法23條立法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那裡又把這條煽動罪放進去 加強那個罰則 還有那個構成 罪行的那個原素 定罪的原素呢 就收窄了 這些是毒屎片的法官來的嘛 這些是 人性泯滅的法官來的嘛 喂 你就審案了 你就根據那個 就是 法律 是吧 這個叫串謀發佈 算動刊物罪 那現在控方舉證說 這兩個人代表這個立場新聞的 兩個都是前總編輯 是吧 那你抓了他們兩個 那老闆就走了 是吧 那是空殼來的 是吧 即是如果黃毓民的 癲狗日報 賣Radio 如果不收檔的話 不就一樣同樣遭遇 是吧 你是不是根據那個 所謂串謀發佈先動刊物 那時候那條法例 是吧 那個定罪的元素 不是 所以 我看到那些判詞 我就覺得很猛震 是吧 主要就是講十一篇文章 就是在立場新聞發佈的 那十一篇文章 來做一個證據 其中有些文章是歐加倫寫的 是吧 我看了那十一篇文章 如果那些文章 都是叫做煽動刊物 或者內容是煽動的 那我們癲狗日報 或者賣Radio 所有的內容 全部都是 好了 明報有些文章都是 過去 那你怎樣 我 我在明報寫過一篇 叫做《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 在《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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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串謀法寶算道》的刊物 喂 《明報》都有 《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 黃毓民在寫過稿的 這篇文章 我就舉這一篇 你現在上網找這篇文章出來 馬上上網找 我們做過圖 有些日子的 你拘捕總編輯 封了《明報》 我只是舉這一個例子 你拿黃毓民這篇文出來 和那十一篇文做一個比較 這個是黃毓民N年前 在《明報》 世紀版 全版 當時的主編是馬家暉 基本上是離譜的 對不對 這件案子在上個 主要是已經定了罪 之前 這個就是上個星期五 9月27日 下午兩點半開庭 就講這個判刑 後來就 遲了 好像遲了 遲了開庭 總之就搞到 其實這件案子 是很多人關心的 包括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法國的領事代表 都有到法庭 大家關心 這個是一個指標 香港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指標 蘋果案 那單還沒審完 對吧 這一單只是講立場新聞 說它十一篇文章 這個是串謀發佈煽動刊物 對吧 如果定罪的話 香港是一定百分之一百 沒有新聞之後 這個是一個指標 所以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法國這些西方國家 那些領事到庭 他不是第一次去聽審的 這次呢 就是因為他做了一個裁決 定罪之後 判刑 對吧 今早 這個 二十七號 早上六點鐘 已經有人排隊 拿醜 準備去聽審 是這樣的 今天在法庭上面 那個法官 郭偉健 在休庭 大約五十分鐘之後 他就走出來 宣佈判刑的理由 那之前呢 辯方律師呢 就補充這個 其中一位被告 林兆彤的健康情況 說他有 罕見複雜的疾病 擔心他如果判監禁 面對延誤治療的情況 他導致生命危險 希望接納 予以減刑 另外呢 辯方又說呢 這個鍾佩權 發現有些不恰當的文章 已經即時下架 但是法官郭偉健 就反駁立場 在可以說 香港最暴力的時間 報導屠龍小隊行動 質疑有什麼意思 你什麼關係 你什麼事 跟結案有什麼關係 他報導屠龍小隊 在那個反送中過程 有一個叫屠龍小隊 大家都知道 他作為傳媒的報導 那跟香港最暴力的時間 去報導屠龍小隊 有什麼關係 請問 你是不是吃錯藥呢 吃了糞便 你 壞了腦呢 屠龍小隊那則是新聞來的 我們《顛九日報》都有報導 OK 那個香港最暴力的時間 是你說 你這個所謂香港最暴力的時間 是指那些三家示威的人暴力 你沒有說警方的暴力 這些是什麼邏輯呢 是嗎 他說我判刑理由 我想在這裡做一些說明 指出他荒謬的地方 是嗎 辯方 他辯護理由 履行新聞工作做一個職責 然後郭偉健就說 鍾佩權說這個立場沒有政治主張 是說謊 他營運立場是為了 營運這個立場的新聞 是支持和促進香港本土自主 本土自主是罪來的嗎 屌你了 沒有郭偉健 啊 很簡單 我一個新聞媒體 我支持香港安定繁榮 是罪來的 我要支持香港本土自主 什麼罪啊 本土自主的四個字是什麼罪啊 你告訴我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本土自主 就是等於 分裂國家 為什麼不是本土自主啊 一國兩制不是本土自主啊 屌你了 一國兩制不是本土自主啊 你這個賊頭 你解釋給我聽啊 接著又說 立場新聞在反修例期間 成為抹黑眾商中央和特區的工具 這個更加荒謬 屌你了什麼 天天有人在報紙上批評共產黨 那時候 你拘捕這麼多嗎 任你所說的 是不是 你這個是判刑理由來的嗎 這個是 屌你了 你是不是言論入罪了 四個字講完 香港沒有言論自由了 是不是 你法官全裏是狗賊來的 共產黨奴才的奴才來的 是不是 抹黑和眾商中央和特區的工具 抹黑是一個形容詞 一個動詞 是不是 眾商 這些都是很抽象的 大陸 法律不是這樣說話的 你殺人就是殺人 對人家幾多刀就是幾多刀 是不是 這叫抹黑眾商 還是那個政府來的 我批評政府你可以說眾商 我監督政府 我覺得政府做了一些事情不對 我批評他 這樣就叫抹黑 我屌你了 你真的 這個是共產黨的所謂 共產黨過去就是這樣去控制這個人民的思想 是不是 去加害那些政治意義者 就是這樣 是不是 鍾佩權 涉及傳媒的煽動罪審訊 為什麼會是手中呢 過去的那些蘋果日報啊 明報啊 是不是 其他的報紙 是不是 批評政府的報紙很多啊 郭先生 是不是 你想想這個狗官 是不是 是九七年 都會說九七年後 就算 香港主權餘交之後 這個也是第一宗啊 第一宗就是你的契弟審啊 煽動罪在1938年 是成文法定定的罪行 是不是 1952年的大公報案例 定下有效的法律原則 對被告有指導作用 說你這樣也說得出 我屌你了 大公報是愛國報紙來的 你真是死得了 我告訴你 將來清算你 我現在先留下這一段 屌你了 將來共產黨當然要清算你的時候 或者我舉報你的臉的時候 喂 那時候 英國殖民地政府 在1967年的時候 你明白嗎 就拉過很多報紙 拉過很多報紙的負責人 對不對 最無恥的就是 言論和新聞自由受基本法 香港人權法保障 這樣也說得出 怎麼賤到這樣 所以李家超引述他的說話 就說這個國偉建法官的判詞 那時候呢 正好說明香港是有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 這麼多討論 那時候 還要舉一些例子 就說呢 那些有意圖打擦邊球的人呢 才會擔心誤墮法 什麼叫擦邊球呢 我們做新聞工作的人 有文必錄 然後根據客觀的事實 做主觀的判斷 做評論 對吧 客觀的評論 你認為抹黑 你認為中傷 這樣就有罪了 真的 還要恐嚇那些擦邊球 什麼擦邊球 有時寫文章是正言若反的 對不對 對吧 即是教聰你沒用的 因為你是契弟 浪費氣 還要引導何桂南的專訪 就說立場就幫他助選 幫他助選 就不犯罪 你真是 報紙有立場就犯罪 對吧 那怎樣才不犯罪呢 所有的報紙 就像大公報文匯報那樣 就不犯罪了 又說立場新聞 有關中大那個報道 中大衝突兩周年的專訪 對吧 又是重言暴力抗爭 你真是 喂 這些真是辱家之罪 何患無恥 你是個法官來的嗎 你是根據控方提出的證據 那十一篇文章 是不是 你就判咯 講那麼多話做什麼呢 這些就是你的罪證 將來有轉型正義的時候 人民審判的時候 你現在這麼糟糕就要上法庭 告訴你 是輪到你上法庭 你是被審那個 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 立場有一篇文章 羅冠忠 張崑陽 歐家倫 那些博客文章 示意攻擊抹黑國安法 藐視司法 是吧 尤其是將指定法官描述 為被政權操弄 是吧 這些法官也願意接受聰怒 自行配合 這些是錯的 客觀的描述 如果你問我 是吧 是吧 連歐家倫那篇文章說 法官跪得很快 是吧 這個叫藐視 那你拉勾歐家倫 你不拉勾歐家倫 所以一言以蔽之 香港很明顯 是吧 現在是一個什麼的香港呢 各位朋友 你告訴我 是吧 很清楚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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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找付錢 是吧 那麼多質疑